嗨 大家好 我是小泽 今天呢 一起来看一部这个华强北的X2 这个呢 机器是128G的港版双卡双带 是昨天呢 在市场里面挑到的 那么现在呢 一起来看这个机器的外观整体怎么样啊 一起跟着镜头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手机的外观吧 看一下橙色怎么样 边框什么的都是橙色很新的啊 边框橙色很新 这种机器呢 一上手就能感觉到是否原装啊 因为它这个后背呢 过度的话是过度的很好的啊 没有什么各手的情况 因为我自己也有一台港版的X啊 这个我很了解的啊 屏幕呢 也没有压过 都是原装屏的 然后看一下这个屏幕有没有划痕呢 基本上没有啊 有的话也是很细微的划痕啊 上面沾满了我的指纹啊 所以说有点脏啊 边框以及后壳玻璃盖板 嗯 常设都是非常好的啊 这个机器呢 电池效率是在92%啊 那么现在呢 一起来过一下这个艾斯助手 看一下到底怎么样 啊 现在呢 已经连接上电脑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燕机报告到底怎么样啊 先来看主阅这里吧 它现在的固件版本是14.4 然后呢 是生产日期是18年的10月21号 啊 销售地是香港 澳门 新加坡啊 充电尺速是621次 电池呃 生命是92% 很正常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燕机报告啊 全部是正常的 机器没有什么问题啊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再来过一下这个沙漏助手 看你 啊 看这个沙漏助手到底怎么样啊 嗯 机器很好 没有翻车的情况啊 嗯 没有翻车的情况 都是正常的 和艾斯的数据全部是正常的啊 好 那么这个机器呢 确保没有问题呢 等会就可以给粉丝安排发走了啊 感谢大家对小泽的支持 再来看一下机器的整体外观啊 橙色是非常好的啊 机器橙色非常好 黄色的一个机器啊 这个黄色的也很好看啊 显得非常的土豪金啊 XR的唯一缺陷就是边框有点大啊 然后是LCD的屏幕 但是基于它是单层的主板 A12的处理器呢 运行目前的主流游戏 例如吃鸡啊 或者是王者荣耀 都是不在话下的 因为我自己也喜欢玩这些游戏啊 然后呢 小泽也有一部港版的XR 所以说对于目前这个机器的性能还是 我个人还是蛮了解的啊 他玩这两款游戏是不在话下的 很流畅啊 机器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 感谢这位粉丝对小泽的支持 今天的视频呢 暂时先更新到这里 有喜欢小泽视频 欢迎在下面留言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